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亮了,熊鸡高声地唱起来 它告诉人们,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可是,慢点,先让我们看看 这只鸡又为什么被弄成这副模样 它的羽毛为什么被剪得这样难看 这,只有问它的主人,画家方了 画家方现在是上海三八理发师的理发师 因为排在第三,顾客们都叫它三号 要说起画家方学理发,可真是不容易 你看,大清早连饭都没吃,就练起理发的技术来 它简直入迷了 鸡毛胆子也成了它的顾客,苦心地练它的手艺 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那只大公鸡的羽毛 就是让它练手艺练成那样的 门悄悄地开了 林家的小弟弟给画家方送来一封信 他见画阿姨正入迷地给鸡毛胆子理发 不想去打扰它,就机灵地转身走了 不一会儿,那只被剪掉了羽毛的大公鸡 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 原来,小弟弟想了个妙法 想逗一逗画阿姨 把信套在大公鸡的脖子上 让他把信交给画家方 画家方被大公鸡窝窝一声叫醒了 放下剪子接过来信 他看了看信,顿时没开眼笑 这是他的爱人从出差的外地给他写来的 信里说他今天就要回上海了 画家方的爱人贾主人 在一家公司合营的企业中工作 画家方得知他今天就要回来 望着桌上贾主人的照片 心里很是高兴 可是,看着看着,忽然不安起来 哎呀,我已经做了理发师 他还不知道,怎么办 他又抬头看了看桌上的照片 不觉一惊 怎么,照片上正在笑嘻嘻的贾主人 一下子变成这副样子 好,原来是画家方看贾主人信上又写道 贾方,你来信说要剃头的事 我不能同意 这种伺候人的工作多没出息 一瞬间 画家方就想起老贾平时那副傲起凌人的神器 不免失落起来 得不到爱人的支持 他心里很难过 对着贾主人的照片说道 老贾呀,你说 我学理发有什么不好呢 直到时钟翘了八点 才把他从沉思中唤醒 就准备到理发师工作去了 营业时间到了 画家方和每天一样准时来到理发师 他做好了准备工作 懂得顾客 可是,他今天的心情却跟往日不一样 不觉又拿出贾主人的信来 想到今天他就要回来 见了面该怎么同他解释 心里又乱了起来 这时,进来一位顾客 画家方立刻收起了信 热情地迎了上去 请他到里面坐 这位顾客姓赵 所有人都叫他老赵 他在椅上坐定后 向四周看了看 面带难色 吞吞吐吐地问道 你们这里有没有男理发师的 画家方告诉他 这里全都是女理发师 要不怎么叫三八理发师呢 老赵不大相信女同志会理得好 可是既然都已经来了 也只好坐下 围上了围部后 他转头对画家方说 稍微理一理就好了 别捡太多 最重要是快一点 我还得去火车站接人 提起火车站 又勾起画家方的心事 老赵今天就要回来 我的工作问题怎么对他说 他越想越入神 手上的推子 也征征地早已推过了后脑勺 一直推到头顶上去了 老赵听到推子均匀地响声 直到这位女同志会理发 就放了心 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阵憨声 把画家方从臣死中惊醒 他马上停止手上的工作 低头一看 哎呀 糟糕糟糕 老赵的后脑勺 已经成了光秃秃的一片 这怎么向顾客交代 画家方责怪自己 不可在工作时间走神 没有办法 也只得把老赵叫醒 告诉他已经理完 拿来镜子 让他看看理得怎么样 老赵一看就火了 大喊 你们这是给我理的什么发 又转头对着五号理发师说 你看你看 前边这么长 后边这么短 多难看 我还告诉他稍微理一理就行 别捡太多 可是他心不在焉 你说这像话吗 五号连连向老赵表示歉意 老赵还是越想越有气 他摸着被捡得四不像的头发 气急败坏地对林作的顾客说 你们说 这让我怎么走得出去 那林作是个近视野 瞅了瞅说 我看捡得蛮好 蛮漂亮的 大伙都吃惊地看着他 这近视野赶紧戴上眼镜 又仔细一瞧 画风一转说 实在不行捡个平头嘛 正好做个平头百姓 老赵气得脸都绿了 死死盯着画家方 画家方出了这样的事故 心里难过极了 一再向老赵道歉说 同志 请你给我严厉地批评 老赵看见人的时间到了 懊恼得什么也没有说 头也不回地走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画家方来说 还是头一次 同伴们围过来 关切地问他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画家方只好把老赵 反对他当理发师的事 可自己的心情说了出来 正在探发的小修教育华老师 听到画家方说的苦处 同情地对画家方说 新社会 妇女和男人一样 有平等的权利 你应该打通你爱人的思想 五号也鼓励他说 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 你讲不通 我们大家帮你通他讲 画家方很感激 同志们的帮助和鼓励 可是他一想起 家主人的落后的思想 又为难地说 你们不知道 我见了他 有力也说不出来 再说老赵离开三八里发誓 匆匆忙忙赶到火车站 原来他要接的人 就是家主人 一进车站便遇见家主人 他热情地迎上去说 老朋友 我调到你们那里去了 公司派我来接你 家主人看到 又和老朋友一起工作 也非常高兴 两人边说边走 不觉来到一家饭馆门前 老赵说 我肚子中饿着 先吃点饭吧 老赵一看是美味村菜社 便惆怅不前 推托着说 这个 还是换一家吧 家主人一弄 这儿不错了 走吧走吧 老赵 拥不过家主人 只好跟他进了 美味村菜社 老赵心神不定地 坐在餐桌边 同家主人聊天 不久 一位女服务员 端来饭菜 老赵一看这位女服务员 马上拿起饭碗低下头 装作吃饭的样子 原来 这位女服务员 就是老赵的爱人 老赵也因为 看不起服务性质的工作 所以夫妻俩经常吵架 这时赵大嫂见老赵 躲躲闪闪不愿看他 心中非常生气 家主人在一旁 看到这幅情景 好生奇怪 老赵看到家主人 奇怪地望着自己 就一肚子冤屈似的说 他 他就是我的爱人 你说 他做这种伺候人的工作 不是存心叫我难堪吗 家主人一听是这么回事 当头棒喝 哎呀老赵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老赵觉得家主人 说的有些道理 随后他又问 你爱人搞什么工作的 比如我的爱人 他的工作 我就很尊重他自个儿的意见 这次我出差到外地 他写信告诉我 他要学理发 来来来来 他学什么 哦 学理化 物理啊 化学啊 哎 老赵听了说的 学理化 这么说 是搞教育工作 家主人忙接口说道 对对对 就是搞教育工作的 老赵觉得当教员 总比服务员好 于是便说 还是你行啊 家主人说 老赵啊 你这种思想可成问题 是要不得的 有空到家来谈谈吧 老赵已经很钦佩 家主人了 于是连忙说道 是 是该向你学习 晚上 家主人 因旅途劳累 先躺下了 画家方看完一本 介绍男女发型的书 便想 每当顾客满意地离开时 他心里多么高兴 他是真心热爱理发工作 这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 尽一份力量嘛 可是老赵偏偏不支持 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 他走到床前 开门见山地对家主人说 学理发有什么不好呢 这不也是为人民服务吗 家主人不耐烦地说道 为人民服务也该有个贡献大小 一个人要有雄心大志 画家方认为 他这种看法非常错误 就想继续说服他 可是家主人却隆隆地说 我路上累了 明天谈吧 就睡一下了 第二天 家主人早已忘记 画家方的工作问题 清早起来 他就走到阳台上 活动活动身体 吸一吸新鲜空气 可是 他发现大公寄的羽毛 被剪成那样 不觉愣住了 他回到屋里 拿起衣服 准备刷刷衣服 一看这刷子的毛 也是凹凸不齐了 怎么剪成这样 他心里实在纳闷 一转头 又看见鸡毛胆 也变腹模样 再一低头 发现扫帚 也被剪成一副怪模样 家主人心想 这一定同画家方的理发有关 他心里好一阵不高兴 家主人决心要劝导劝导画家方 等他端来早点之后 家主人就一边吃一边问道 你这是何苦呢 你得为我想想啊 解放前人家叫我经理 现在是国用企业的干部 大小也是个主任 一个主任的爱人 是个剃头的 多不像话 吃完早点 家主人准备梳理头发 画家方趁机想说服他 就说 老家 你这种思想要不得 剃头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生活中需要他 你想啊 要是没有理发师 你的头发长了怎么办 家主人理亏此行 无话对答 画家方见家主人头发 又长一部服帖 趁机指着他的头发说 你现在就该理发了 说着 就习惯地给家主人 围上了白毛巾 准备梳理他的头发 家主人被围上了白毛巾 奇怪地看着画家方 你这是干什么 当家主人明白 画家方要给他梳理头发 便生气地说 我那肯梳辫子 也别让你学理发 再说老赵 自从在美味村菜社 听了家主人的批评之后 心里亮堂了许多 知道自己错了 回家后便主动地 跟爱人认了错 两人和好了 这天清早 两人有说有笑地上班去了 老赵顺路到 贾主人家约他童走 一见面 老赵就拉住贾主人的手 情不自禁地说 感谢你 真是感谢你 太感谢你了 我们夫妻和好了 这是你的功劳啊 你对我的批评完全中确 老赵说 哪里哪里 不必客气 请坐 老赵进了屋 一边打量着房子说 这房子不错啊 一边就摘下帽子 画家方听说 来了客人 便端了茶 从礼物走出来 猛人看见面前 这个奇怪 还有熟悉的发型 便想起了 昨天在理发室 发生的事 他大吃一惊 倒吸一口气 几乎啊的喊了出来 老赵听到有人进来 回头一看 也吃了一惊 心想 这位女同志 好像是给我理发了三号码 她怎么会在贾主人家里 两人一时都弄住了 贾主人不知其中道理 忙走到中间介绍一番 老赵定了定神 忽然想起自己的头发 猛连忙戴上了帽子 老赵心中很纳闷 几次想问个究竟 都被画家方 让茬送言给打断了 最后终于找个机会 就对着画家方说 好像是三号码 贾主人奇怪地问道 什么三号 画家方生怕贾主人 知道她在做理发工作 听到老赵这么一说 心中非常着急 连忙对老贾说 对呀 今天就是三号 星期二嘛 画家方又转过头 对老赵摇着手暗示 意思是说 贾主人还不知道 我在做理发工作 你什么也别说 可是老赵 又偏偏没有弄明白 画家方的意思 她想到自己昨天 在理发室的态度很不对 便指着自己的头说道 我对大嫂太抱歉了 其实 你的工作很热情 态度也很好 一天站到晚 是很累的 就是 贾主人顺势而下 说道 是的 很累 教育工作嘛 是很累的 画家方在背后 拉了她的衣角 可是贾主人 仍旧滔滔不绝 是的 很累 这个 教育工作嘛 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 说完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老赵终于明白了 原来贾主人 也是轻视服务型行业工作的 爱人明明是理发师 硬说是当教员的 他越想越觉得好笑 直笑到连话都说不出来 贾主人和画家方 不知道老赵在笑什么 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老赵看看离上班的时间差不多了 便起身说道 你们谈谈吧 我先走一步了 老赵心想 贾主人原来和自己一样 也是思想问题 就哈哈大笑走出门去 送走老赵 画家方一边替贾主人拿衣服 一边担心地说了一声 哎呀 营业时间快到了 贾主人立刻转过头来问道 什么营业时间 画家方知道自己说走了嘴 忙改口说 你们公司的营业时间快到了 你该走了 贾主人上班去了 画家方急忙穿好衣服 往三吧理发师走去 路上 画家方遇到了正要去上班的华老师 他热情地帮华老师拿着东西 两人便同路而行 其实贾主人没有直接到公司去 他刚走到街口 看见画家方也赶出来 急急忙忙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行得很是奇怪 便悄悄地跟在画家方后面 看他究竟在干什么 画家方和画老师一边说着心里话 一边往前走 没有注意到跟在他们背后的贾主人 他们走到三吧小学的门口就要分手 上学的孩子对画老师叫道 画老师早 画老师亲切地回答着 同学们早 画家方见学生这样有礼貌 高兴得也在一旁点头微笑 贾主人站在马路对面 远远望着这个情景 可高兴了 他想 原来家方是在教书 可他却哄我 硬说要去学理发 这个玩笑可真有意思 不错不错 教书总比剃头强 于是他就得意地上班去了 这时 画老师接过画家方手里的东西说 谢谢你帮我拿了半天 以后有时间常来玩 两人就分了手 画老师走进学校 画家方也就到理发室去了 从此以后 贾主人以为画家方真是在做教员 凡是画家方想到他谈理发工作 他就当玩笑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三吧理发师的理发师们 勤勤恳恳地工作着 由于他们服务态度好 技术水平高 顾客们都喜欢到这来理发 画家方虽然没有说服老贾 但他要做一个优秀理发师的愿望 却一直没有动摇过 他认真提高技术 热情地对待顾客 毫不松动 顾客们理发都喜欢请三号 因为他理得又好又快 画老师和家方的友谊 更加亲密了 他每次来理发 都要请画家方亲自动手 一穿俩俩穿仨 顾客们都送往着画家方热情的服务态度 和熟练的理发技术 不久 区工费和区副联 讲给他一面红旗 从此 画家方的工作就更加有劲了 有一天 老赵和爱人一起到三吧理发师来了 也指定请三号 老赵同志 大嫂 你好 介绍一下 这是我爱人 这就是画家方同志 理发吗 我擦擦头发 他刮刮胡子 不不 他擦擦头发 我刮刮胡子 老赵坐下后 画家方想起上次给他理发的笑话 风趣地说 放心吗 老赵忙说 哪里哪里 随后有关心地问道 你这工作 贾主任同意了吗 画家方说 真奇怪 每次谈起来 他总说 别开玩笑了 不知是个什么意思 说到贾主任 贾主任就到了 原来他也听说三吧理发师的三号 是一位很受苦可欢迎的理发师 下了班 他就慕名而来 贾主任慢动动走到里边 五号理发师忙一上来打招呼 同志 要理发吗 贾主任不慌不忙地回了一句 我要三号 五号说 三号正在忙着 我给你理 行吗 贾主任说 我要三号 他忙着 那我就等一下吧 就坐下来了 五号走过来告诉画家方 有人等你 画家方回头一看 是贾主任 一时不知所措 老赵也见到贾主任来了 忙安慰他说 别怕 陈卓用对 五号把画家方拉过来 悄悄对他说 去给他理发吧 不要害怕 他来得正好 趁此机会 我们一块帮你 画家方给老赵梳理好之后 戴上大口罩 走到老贾面前 一生不想地摘下他的眼镜 又给他围上了围部 贾主任本来想看看 这位三号是什么样子 可是离了近视眼镜 他的眼睛就变得模糊一片 什么也看不清了 画家方呢 也就安心地工作起来 贾主任虽然看不清 却说得出来 他笑嘻嘻地说 听说 你是三八红七手 应该向你学习 画家方一声不响 五号在一旁暗暗发笑 走过来对贾主任说 三号干这行可不容易 到现在还瞒着他爱人呢 因为他爱人啊 看不起这行工作 贾主任一听是这么回事 当头棒喝 哎呀 这就是他爱人的不对了 给他丢脸了 哎 这种思想真成问题 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 劳动都是光荣的 有什么高低贵贱 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嘛 哎 贾主任啊 他把爱人理论上一套又一套 可实际上就是看不起 理发这一行 贾主任有故作关心地说 三号同志 你应该向你爱人展开斗争 群政会支持你的 画家方听了他这套大道理 实在觉得好笑 可又不能笑出声来 只要忍着笑继续工作 画家方给贾主任理完发之后 把眼镜又给他戴上 又拿起镜子在他背后照着 贾主任只顾着看头发 并且连声赞扬他 不错不错 的确是不错 又好又快 简直是艺术的高峰 贾主任赞扬了一番之后 站起身来 向别的顾客说道 我们都要向三号同志学习 这样的同志 要表扬 应该给予表扬 为了表示他的思想开通 便拿起了意见簿 一本正经地想着词句 准备写下表扬三号的话 于是 贾主任的笔下 就出现了满篇赞扬三号的技术 和鼓励三号 应该敢于向爱人斗争的词句 他写完后 还连连说 三号同志 我感谢你的服务态度 我支持你 向你爱人的旧思想展开斗争 正在这时 一位记者来了 他带着照相机 准备采访这位 三号女理发师的先进事迹 首款台的服务员指着说 他就是画家方 画家方听到有人找他 就这下口罩说 对 我就是画家方 只见记者手上的摄影动一闪 照片就拍成了 老赵马上走过来 趁势说 哎呀老贾 大嫂报告教育工作了 改行了 说了贾主任哭笑不得 尴尬地直舞着 这个 老赵马借口说道 还得是你啊 思想开通 支持爱人干服务型工作 不像我 看不起服务型行业 思想搞不通 结果还是自讨苦吃 你说是不是 三号理发师的爱人到底是谁呀 他 理发吗 我擦擦头发 擦发发胡子 我是五号 我要三号 老婆婆 都一样的 我要三号 三号没有碰 你是几号 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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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